嘉燕姐, 這個豆豉宴 是我們組悉心為你安排的 不是吧?我們請我們吃包, 怎麼搞的 把包收包給我們? 你們兩個不用勞氣 這個不是普通包, 是豆豉包 這個豆豉包是楊哥的豆豉廠 一大特色, 你先嘗嘗吧 關東包、叉燒包、蓮蓉包、豆瓣包 我愛吃豆豉包 不要吃了 我以為包裡面會黑黑黑, 而且很鹹 也不是的 是雞肉和冬菇 這個包還是師傅自己搓皮 自己拿麵粉來做的 有以前香港的雞包的感覺 但楊江的豆豉是何時開始很有名的 其實楊江豆豉歷史很悠久 在明朝那時候已經有了 除了這個包外, 還有豆豉鵝拿飯 很棒, 試試看 看我們的飯有多厲害 那是綠色的是什麼? 是芫荽 加上鵝拿, 真不錯 對, 不錯 我先嘗嘗涼乖 看它苦不苦 慢慢嘗嘗, 多好 很脆, 而且很甘香 不苦, 吃得多夠 嘗嘗 豆豉、稻草、雜腩肉 七成肥, 三成瘦 我可以做, 多吃一塊 真棒 別說了, 多吃一塊 豆豉加排骨 在香港經常吃 有什麼特別呢? 不是, 豆豉的香味有多香 多夾幾塊 吃了這麼多原產地出的豆豉 你們覺得有沒有什麼不同? 出, 有什麼不同? 有 有… 這裡的豆豉真的像我一樣 醬繃繃繃的 對… 這次還不贏飯店? 乾杯… 吃完, 怎麼不休閒呢? 帶你們去購物買陽光特產 黃皮? 買黃皮也可以 這個很好 買醬料也可以 還有禮盒裝可以買回家 還有很多木造手工藝可以買 太棒了 大家都很開心 各位團友, 大家都滿了而歸了 是呀 那你們又是時候出發了 好… 馬上見識了… 不用用王牌 我們好玩隊照陽 找到一間很有陽光特色的餐廳 在陽光市很出名的 萬事時間一位難求 這間餐廳的裝修還很有文化氣息 用了陽光三寶之一的漆氣 還有列入非為文化的陽光風箏造裝飾 眾視傳統 對食物一樣認真